欢迎时间 赵无极07.06.85 这是欢迎时间第一次介绍赵无极先生和他的作品 这幅作品呢我是在巴黎的菊原美术馆的临时展览上看到的 这个展览的名字叫做左手东京右手巴黎石桥美术馆广场展 持续的时间呢是从17年的4月5日到8月21日 赵无极先生是华裔法籍画家 我们看到这个作品的名字呢叫07.06.85 事实上呢就是85年的6月7日 赵无极先生的许多作品是没有题目的 有些呢也仅仅以创作日期来秘密 就像这幅一样 他目的是不让观众受画面以外的因素影响 而是直接的面对画面给观者也充分的想象空间 欢迎时间29.01.70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作品是赵无极先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创作的 也是他不断推陈出新的代表作 赵无极非常享受大尺寸作品的创作 他曾多次表示进行大型作品的创作让他感觉更加自由 洒脱 无拘无束 在他的大型绘画作品前面也许并不需要观众去理解 而只要去感受临时和欣赏就足够了 这个作品创作于1970年 现在是私人收藏 那慧宁是在巴黎史尼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赵无极大型作品展上看到了他 这个展览的名字叫做《无颜的空间》 持续时间是从2018年的6月1日到2019年的1月6日 慧宁时间向克劳德·莫奈致敬 他的穿作者是华裔法籍画家赵无极先生 赵无极不太喜欢风景这个词 他更倾向于大自然这一表述 他早年在巴黎时 曾经造访多个博物馆和美术馆 大量的学习和观摩古典油画 他发现在古典绘画的语言传统中 风景画往往存在边界 画宽局限视角 和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一样 赵无极不喜欢这种被束缚的感觉 对他来说 绘画创作不仅仅是在线艺术家的所见 更是在线所感 看到的 听到的 感受到的 以及思想流淌过的 这幅画创作于1991年 现在属于私人收藏 这一时期的赵无极突破了风景的限制 开始了对自然的再现 婚礼时间15.12.76三连画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他的创作者是华裔法籍画家赵无极先生 在上个世纪70年代 赵无极先生不断地推陈出新 他在创作技法及思路上进行了各种层面的探索 面前是一幅三连画 尽管画面中间厚重的机理看起来暴力而激烈 白色闪光炸裂在色块之中 但相对的画面的其他地方 却仍然看起来较为轻薄 不同的颜色被画皮调和 产生出一种平静的效果 这幅画创作于1976年现在属于私人收藏 整幅画面呈现如山水画一样的透气感 在熏霄当中又有冷静交叠在一起 婚礼时间风推海浪三连画 我们一起来欣赏 这组画的创作者是华裔法籍画家赵无极先生 在中法艺术界 恐怕没有人未曾听说过赵无极的名字 这位多年旅居法国的20世纪现代艺术大师 曾充分汲取西方绘画的精髓 同时不断尝试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 突破个体语言艺术的疆域 这幅画创作于2004年 现在属于私人收藏 我们回到画面上来欣赏 可以感觉似乎有风吹向大海 先起波浪 人类的历史如同浪花的泡沫 高低起伏随即消逝 人类的命运也如同海上的青州 随波逐浪 在大自然的力量面前显得非常的渺小 一种宏大的气象把我们都包裹其中 风与海 天与地 我们与宇宙似乎都融为一体 无法分割 如果您想预约讲解 我的警戒里有点些方法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您点赞和订阅 谢谢 婚礼时间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